現在真的是大家都在幫蔣萬安召集 像余緯辰將軍就說 乾脆你踩韓國瑜的戰法 會得到話題性跟韓粉的支持 甚至有網友直接建議 你乾脆派韓國瑜出來選好了 如果派韓國瑜出來選的話 那國民黨就穩了 穩搭搭了 那好給他補充 這個一定是反算的 蔣萬安如果去學韓國瑜 一定很慘 每一場選舉都不一樣 今年選舉一定跟一九九四年 阿扁他們那個三角 三腳都不一樣 每一個選舉都是 候選人都要講一個自己的故事 沒有一場選舉是可以copy的 那在蔣萬安來講 你會看出來國民黨最近很焦慮 所以才會是朱立委員主席 天下宣布他的競選團隊 那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來講故事 講一個金虎聰的故事 不是真正的金虎聰 是有人要當金虎聰 我跟你講這一段時間你所有看到 蔣萬安的負面新聞 負面新聞 從哪裡來的 幾乎都是跑蔣萬安的記者 是從那邊創造出來的故事 包括躺平這兩個字 先講躺平這兩個字 為什麼會有躺平 因為之前不是在講國民黨 這個北北基陶是F4嗎 佛系打法 有一天這群跑蔣萬安的記者聚在一起吃飯 有講說佛系佛系 結果有人就講說哪裡是佛系 這根本是躺平 躺平這兩個字是這樣出來的 後來鏡周刊的記者也跟他們在一起 聽到躺平就拿回去寫 原創其實是在最初跑蔣萬安的記者 那跟金虎聰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蔣萬安的選舉節奏會搞成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鐵三角 就有某人 因為我怕走法院 直接承認 某人 這個在他們內部裡面 也會跟記者聯誼 有一天就喝醉 喝醉的時候脫口出 我就是金虎聰 蔣萬安團隊裡面的人 脫口而出 我就是金虎聰 聽說了 講了還不止一次 因為他可能不是只有喝醉一次 不是 酒量不好 就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喝酒 關鍵是他要當金虎聰 對啊 那金虎聰裡面想到誰 就馬英九 好 你要當金虎聰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要金虎聰的執行力 金虎聰 金虎聰不是出一張嘴巴 金虎聰為什麼在浮現馬英九的時候 永遠都是勝利的 第一個 這兩個人的默契很好 第二個 金虎聰是有執行能力的 金虎聰會修正 好 現在講了躺平 講了金虎聰 再講第三個故事 李恩秀 李恩秀那時候從立北失敗之後 其實在今年初的時候 還是去年底的時候吧 其實他跟蔣萬恩有見過面 到今年初都還見過面 見過不只一次 可是 蔣萬恩跟李恩秀見完面之後就沒了 沒有任何消息 沒有任何動作 意思是蔣萬恩那一邊沒有任何動作就對了 對 就是李恩秀意思是說他可以來幫忙嘛 因為那時候 那個時候呢 李恩秀還沒有決定要選四億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呢 我們只要去想一件事情 李恩秀的家族在港湖區是 是很根深蒂固的 港湖區在國民黨裡面 兩個家族李家跟缺家保證一席市議員 保證一席市議員 那李恩秀原來是立委 立委落選之後 你現在回去選市議員 那現有國民黨的市議員不是就多一個 內部競爭 如果你真的是金服衝的話 會做什麼事情 會請李恩秀很快就進到總部 我不是講要職務安排 請李恩秀幫忙打蔣萬安的市長選舉 就伸頭打下來再說嘛對不對 關鍵在哪裡 港湖現任所有國民黨的市議員 是不是都輕鬆一點 沒有 少一個人分票 競爭 而且李恩秀的票 正常狀況是1.5個市議員的歧視 李恩秀 只如果不是市議員候選人的時候 他所有家族的票 也許他們自己家族再推一個人 但是不會像他吸票 吸那麼嚴重 對於國民黨的港湖立委來講 對於市議員來講 是不是減輕負擔 然後港湖是誰的大本營 黃三三的大本營 所有國民黨的市議員 第一個減輕選票壓力 他們都有能力 有時間過來幫你講萬安 幹嘛 打黃三三的大本營 是 結果呢 金三角我不曉得要做什麼 有人想要當金服衝 還沒有到金三角 他想要當金服衝 是 然後你就看到李燕秀去選市議員 李燕秀應該是在總部的人 是 講萬安為什麼選舉會選成這個樣子 忍掉的薯條不好吃 因為他就把自己放忍了 關鍵是在於他可能所信賴的 所謂的鐵三角並沒有扛起他的那個能力 我再直接講一句話 他的金三角都是出一張嘴 而且事實上其實豪哥剛講嘛 想要當金服衝 那就鐵三角 女生又不可能是金服衝 只剩兩個候選人喔 所以是誰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那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就是大家幫講萬安這邊看了召集之外 黃三三最近他的身世 他的政治能量也就是因為 柯文哲跟陳時中兩個在打吹口 反而黃三三他的感覺上 士氣有點低了 我們看一下影片 大鼠正熱還得跑行程 黃珊珊動北屌 拿起綠營北市議員陳怡君擅自 就是一陣黃山 不分黨派不只落實在黃珊珊身上 還有當地里長 大同區至勝里里長動員數十名里民 高喊動算 連兒子都拉來跟黃珊珊要親筆簽名 來 有里長跟副總派的 但里長楊壽龍兩週前 明明還邀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蔣萬安參加活動 當時兩人勾肩搭背 如今卻是 珊珊有些說來得遲 不對 珊珊來得正是時候 那里長您是支持蔣萬安還是黃珊珊 我就站在這裡 黃珊珊拔妝成功 只是暖身 傳出柯文哲還醞釀 8月6號民眾黨黨慶候 合體親民黨黨黨主席 宋楚瑜辦記者會 作為黃珊珊參選騎手勢 目標吸收 泛藍失望藍選票 常常在BOX上看到有關我的消息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誰放出來了 應該有 我們都在討論 他在給我的都是很多的建議 沒有在討論選舉的事好不好 連鯊 有我水破刀有連鯊 同一時間民眾黨釋出最新戰歌 歌名《倒丁騰》 一聽上市白銀 徐儀合作主題曲 宋楚瑜在深藍的心目中 還是很多深藍選民的舊愛 黃珊珊如果有宋楚瑜的加持 那麼蔣萬安這方面的票會送公 柯文哲駐黃珊珊市政加分 持續挖藍營搶角 再加上親民黨相挺 步步進逼 蔣萬安 好 所以8月6號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有規劃可能要找神秘嘉賓 現在直接點名其實就是親民黨的主席 也就是宋楚瑜這邊 一起來力挺黃珊珊 那主要是說想要去搶到深藍的相關的選票 那麼就說深藍實際現在對於黨主席朱立倫 強勢提名縣市長的一個人選感到失望 而且潛藍對於蔣萬安的表現也感到失望 早就不只是拉萬安警報而已 已經變成萬安空襲了 所以就變成部分深藍潛藍 共同失望藍和堵爛藍的情況之下 這些人不可能去投民進黨參選陳時中 不投獎就會投給黃珊珊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好像是看蔣萬安弱 所以黃珊珊這邊積極的想要來吸票 那甚至已經有市民表態 現在已經掛出一個看板 就是現在已經有 淡安區的住戶集資 說上午十點掛出了一個超大幅的看板 住黃珊珊更上一層樓 那所以司幹議員 你看一下你們這是前有狼後有虎 自己內部有一盤亂 那怎麼辦呢 內部沒有一盤亂 他他不要再放國民黨這邊 因為內部就有三個人 我跟你講我坦白講 這是我參與過 我參與過這個台北市長選舉裡面 幾次選舉裡面 國民黨最團結的一次 真的嗎 真的 你說二零一四年情況有多慘 到選前前一天國民黨的整合 還是很多問題 真的我不要這個憑良心講 因為這一次 你是說聯手的那一次喔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大家不要講 你也在場 你也參與全場 你也知道國民黨裡面對於很多的紛爭 那時候還亂 沒有 那時候你怎麼會覺得 大人見對耶 大家必必去酸這個事情 事情過了 這個還是真的不用去談 這是國民黨在台北市裡面 我覺得是空間團結 不然對講完這產品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第二個 選舉是馬拉松 選舉是馬拉松 這速度的調配很重要 因為現在陳時中剛起跑 當然要放煙火 然後到處都要望遠 那你們蔣萬安為什麼沒有 煙火不能天天放啊 你的子彈也沒有天天放煙火 但是他很紮實在跑每一場活動 像宮廟的部分 其實每次跑宮廟也蠻多的 人也蠻多 所以我就覺得啦 蔣萬安這邊對於節奏感的部分 確實要做一些調整 就是大家既然有這個呼聲 節奏感要做調整 讓自己準備好的菜 其實可以開始端出來了 特別是現在選民習慣比較快節奏的模式 媒體的表達方式也是快節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節奏感的部分 我覺得要把他抓住 要把他抓住 那你知道誰想要當金輔衝嗎 我不知道 我只認識 我只認識那個唯一的金輔衝 其他金輔 沒有人會再變成金輔衝 那競選團隊裡面 竟然有人在跟媒體 尤其是跟媒體喝酒之後 酒後講出這種話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也沒聽過這件事情 如果有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內部要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講話很注意 特別是很多的媒體在的場合 特別要注意講話 特別要注意講話 那有的時候 你覺得很熟的人 不一定很熟 你覺得嘴巴很緊的人 不一定很緊 所以呢 所以這個真正要小心 因為選舉的時候 是對整個團隊無情的檢視 我覺得你的聲音 沒有辦法傳到他們的競選總部 不然為什麼 有的時候有很多話不必在檯面講 OK 不必在檯面講 總之選舉 要整個solid一點 然後節奏感要把它控制住 讓你有很好的產品 要服役很好的這種宣傳手段 那我確實恭喜民進黨 就是這一次他們明星大陣 所以這次的選舉 你可以11月26號之後再來恭喜嗎 什麼 你可以11月26號之後 沒有沒有 因為11月26號想辦法就當選 其實 11月26號你就可以監督陳時中 不用不用 我們要當台北市的執政黨 其實是剛剛已經把那個 誰是金補松已經呼之欲出了 而且你這個鐵三角 還有一個排他性 你是排居外面的 不像怕人家來搶資源 任何的團隊一定要是 不能只有三角 一定要多三角 你看今天民進黨是跨派系的 陳建仁 管碧琳 吳思瑤 林楚瑜 他不同派系 可以在短時間內整合 這才能形成一個作戰團隊 還有你要聽不同的聲音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聲音 剛剛講過 那個民眾黨要找那個宋楚瑜 宋楚瑜說實在 他上次2020年總統踏選 只拿到七萬票 七萬票是可能選個市議員 市議員可以當選 其實票很少 但是他還是有他代表性 為什麼 深藍 大家不要問黃珊珊的哥哥黃曙光 是退役上將 他們跟黃復興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所以我認為像大安文山 一些眷村 或者一些國宅 真的會貼出來支持黃珊珊的布條 那也不意外 是已經開始有相關的一個鬆動 就藍陵的這個部分有鬆動 那剛剛老冬要補充 對 因為講到接地去 講到他今天下午的時候 跑去送菸那邊去體驗一下農家樂 拿鐮刀在那邊割 然後看起來很開心 結果我就判 旁邊有個支持者說 委員我是農家人出生 現在家裡是種稻米的 看你拿鐮刀割刀的動作 實在看不下去 還好了 現在幾乎都是收割機採收 您有體驗到農民的辛苦就好了 各有 百姓各有專精 你還是回歸立院的去幫市民進度 我點進去他臉書看 還真的是一個藍陰的這個支持者 所以對藍陰支持者來講 講看看他缺乏草根 然後跟民眾距離很遠 連搭個捷運都可以拿出來講 這事情影響蠻大 因為蔣經國就是 藍陰的一個精神的這個指標 然後蔣經國他也非常很會 怎麼去跟民眾去打成一片 那所以對於大家對於蔣家 藍陰對於蔣家那個崇敬 其實喜歡他親民的那個部分 所以才會覺得說 韓國瑜出來大家很開心 因為韓國瑜給人一種 他跟庶民很接近的這個感覺 對 這草根很強 可是對於蔣家來講 他真的不像他祖父 如果真的是他祖父 那他也不是很像 我是說他的行為舉止上面的話 給人感覺精英味太濃厚 可是他就沒有做出 任何精英的事情 那你機會的話 那你要做出一些 例如說你跟美國跟日本 跟各國關係都很好 或者是 也一直都不去了 對 離開地你也不去 那或者是你可以提出一些 非常有智慧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非常認同 范老師剛剛所說的 他們這個鐵三角 其實就是蔣家覺得自己穩贏了 他身邊的幕僚一直跟他說 你穩贏了 那為什麼 因為你穩贏了 所以你不需要聽那麼多人的這個建議 你如果進來先建議 到時候進來分官怎麼辦 所以這些人全部都躺在旁邊 藍營人都躺在一邊 不贏了就想要在本 對 其實對蔣家來講 因為他原本就在小圈圈裡面 所以他聽到資訊就是說 你穩紮穩打 不要犯錯 當然他們不會說 他們不會用躺平這個詞 但意思就是說 最後黃珊珊一定是比不贏你的 你是蔣家的這個正統還什麼的 那講完聽一聽之後 可能也就被洗腦了 所以他現在就覺得說 那我不需要再擴張團隊 不需要引其他人這個進來 要不然這個就是說 他太相信 他現在有這個鐵山長 幕僚所造成的問題 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事實上 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柯文哲跟陳時中 兩個人在那邊隔空 對峙過招 陳時中聲量第一 第二是我們蔡總統 柯文哲自己也不錯 第三名 成功的把蔣萬擠下去了 第七名 問題是你柯文哲自己的母雞 黃珊珊千四名都沒有 所以現在蘇培 這個其實會不會變成 臺北市這場選舉 會變成原本大家以為的三腳都 最後變成是陳柯大戰 陳時中跟柯文哲大戰 那這樣其實有一個危險 就是說黃珊珊自己 被你自己的這個柯文哲給邊緣化 那我就不理解 柯文哲照理說 你是要拉抬黃珊珊的 那你這種方式 把你自己的母雞給邊緣化 難道你的用意是事實上黃珊珊選上 搞不好以後一腳踢開你 搞不好他也不一定是柯歸黃隨 那黃珊珊你就是三分輔助 那七分主要是為了拉抬自己民眾黨的小雞 換句話說 只要我柯文哲有前三名 我的民眾黨小雞搞不好就能跟著上議會 可是你黃珊珊選上選不上其實跟我無關 對於來說本來就是柯文哲這麼無情的一個人 你黃珊珊選上會不會用我的人會不會用我民眾黨 你連現在要參選挂民眾黨跟民眾黨合作 你都再三思考對我來講支持你風險很高 不過要不要他柯文哲這一次要選舉一定需要黃珊珊不然台北市他就沒有母雞 雖然他自己可以當第四個候選人但這個候選人沒有參選所以他可能可以帶得起聲量 可是他帶不起整個選戰的氛圍 所以他必須還是要有黃珊珊來帶領 可是黃珊珊當選之後對整個民眾黨是不是有實際的幫助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那所以柯文哲只好用自己的聲量順便帶黃珊珊主要是帶他整個台全台灣民眾黨的小雞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黃珊珊是不是能夠撐到最後還用這個所謂的無黨參選 我要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因為就到現在內部就到現在民眾黨的內部都有人有聲音說民眾黨 如果黃珊珊不願意加入或讓我們建議提名他的話 那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支持他 所以民眾黨自己雖然是一個小黨 他們其實也應該要知道說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在台北市如果沒有黃珊珊他們選舉其實不會選得好 可是他們自己又有私心都覺得說你不是你黃珊珊沒有掛民眾黨不是我的人 所以我就不願意這個這麼多的資源給你你你選個台北市市長 我們不不止市政的資源給你我們選選舉的資源都要給你我他他就會有疑議 所以他還在拉扯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到底黃珊珊年底的選舉會不會掛民眾黨這件事情還是一個問號 但柯文哲如果沒有跟陳時中這樣子的拉扯聲量的話黃珊珊也不會有角色我必須要講 因為黃珊珊到現在都還叫做副市長 所以在整個選戰的打戰的過程當中其實他就卡卡的 比如說他有一些這個金句你怎麼回 像這個陳時中就說啊你黃珊珊你說我我對於這個台北這個萬華的事情道歉 可是我也幫助你很多的忙啊你知道講陳時中幫黃珊珊最大的忙是什麼 是沒有追究Ben是誰啊 對耶我都忘了 我告訴你如果他那時候身為主指揮官 對於台北市亂依照不依照當時的程序 讓這個好心肝可以拿疫苗 而且打不知道是誰到現在這個調查 特許疫苗都沒出來 對如果要實質的真的調查下去追究下去 你黃珊珊還可以在這邊量死量死嗎 當然不是嘛 那對陳時中來講 這一件事情其實疫苗就是要讓所有的人都打 但當時在疫苗的採購的過程當中 因為全世界都在搶 所以我們只好讓大家分批打 依這個風險比較高的人先打 所以對於這一件事情 他就是這個沒有辦法就是說 真的去究責說他地方政府啊 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要講的說黃珊珊不要這麼的無情 中央在整個防疫過程當中協助台北市的 你也不要忘記哦 那黃珊珊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到底要濫用市政資源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才要真正的宣布參選 因為如果他繼續不參選 然後陳時中跟這個柯文哲繼續對打下去 我告訴你他到最後就不見了 而且黃珊珊其實想要勝選的一個機會是拉籃也要拉綠 可是這個柯文哲一直打陳時中就會讓綠營的人歸隊 那這對黃珊珊來講是絕對不利的事情 所以黃珊珊如果繼續賴皮賴在副市長這個位置上 讓這個柯文哲跟陳時中一直對打下去 我覺得他到最後也是被邊緣 那是所以到底柯文哲跟黃珊珊是不是忠需一別 我們持續關注 那另外一個選戰的焦點其實就是新北市 這個選舉我們看很多了 但很少看到一個尋求連任的市長 他自己的slogan是講改變的勇氣 這也是很奇怪 結果我們都知道其實就是現在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從過去八年是副市長 到現在四年的一個市長情況 整個新北市在他的任 可以說在他主政之下是長達12年了 結果他現在所貼出的第一個 竟然是改變了勇氣的這樣子的競選口號 那貼出來一小時當然就是說有4600個讚 但有很多人質疑 就說你是尋求連任 你要改變改變什麼呢 像林佳龍就馬上接招反擊侯友宜 改變不需要勇氣了 換個市長就能做到 那事實上今天侯友宜有到了一個 一個他們的剪載的一個活動 就現場竟然有國民黨的新北市的議員 率眾要跟他扣主隆恩 怎麼一回事我們看一下影片 國民黨議員周盛考就來當地理長 和家長會成員排好一排 此時欺蓋一軟 先立即聲鼓勵 感謝國民黨 謝謝市長 好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官員 謝謝議員議員 這領太大了 這個領太大領域好不好 郝友宜聯盟揮手 不要這樣 誰知道周盛考再來第二次 還加碼 單性下跪 我們啟用的典禮了 我們要把他擺舉 市長 旁邊里長和家長會成員 幾乎快跪成一排 就讓侯友宜驚嚇到 從意志上彈不起來 連盟揮手阻止 這地點就在板橋新土國小改建校舍 周盛考和里長還有家長會成員 一起對侯友宜表達感謝 但為何突然上眼下會戲碼 周盛考自己這樣說 這個電視劇看太多了嘛 這個江湖上的豪氣不是都 兄弟 我謝謝你啊 這樣一個謝謝市長的一個舉動 我看到沒有均勞 我說你如果沒做 我再第二次 謝謝你們 對 江翠 對我們的女人 感謝你 受訪到一半 周盛考突然神來一筆 重現他當時內心澎湃的江湖豪氣 周盛考自認用貴的是自己的最高感謝 但插曲爭議可不小 網友留言大三民主時代還在貴 還有人問在演哪一出造神太過頭 不用用下跪的方式來感謝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侯市長的選行 已經非常的緊繃 所以必須要有資深的議員 用下跪的方式來求票 周盛考反駁下跪橋段是事先喬好的 只是單純表達謝意 只是這金氏一貴 不只侯市長嚇壞了 也哀批讓其用點力完全失焦 派水 派水 派派水 侯友宜到了一個現場 結果大家竟然有人 新北市的議員看到他來 謝謝他一些相關的政績 要給大家揪揪 要給大家揪揪 這個畫面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竟然有人這樣帥頭 好幾個要跟著跪 朗道這怎麼一回事 現在金氏是何系 對 新北市議員周盛考 然後他在新埔國小那邊 然後就跟郝友宜 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就給他單膝下跪 而且還不只他一個人跪 大家一起去跟郝友宜 這個真的太少見了 這個很奇怪 那如果是郝友宜本人 如果是他本人 我一定很緊張 因為你等於是說 把我當皇帝這樣怪 對於民主社會來講 其實反而是很負面的一個事情 那郝友宜如果有反應的話 他應該第一時間衝出去 你不要這麼做 你這樣子害我 就後遺就呆呆的就是也就嚇到 那他們這樣 他也嚇一跳 對 他有嚇一跳 對 但是你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其實表示說後遺他選情 真的也告急 那這個議員他自己的選情 因為我去查了一下說 周盛考 因為他本身被檢方起訴 求刑十年 那後續司法怎麼樣 不知道 因為他涉及到一些避難 那再加上說去年之前二零一八年 難怪他要跪他 他搞不好 對 選情他拿到了這個六點六九趴 一萬八千多票 那其實在選區裡面是倒數的 就是後續 那加上是說司法案件的關係 就是比較危險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危險的議員 跟一個比較危險的市長 兩個選情都很告急 互相透過一個 這個下跪的方式 就他又打氣了 那所以對後遺來講 他現在壓力真的是非常大 例如說他最近一直在去講 是說希望林家龍到五谷下綠地去看看 那五谷下綠地就是侯友宜一個政績 就侯友宜的北門 什麼意思 就他什麼都沒做 就只做了這個五谷下綠地而已 因為大家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原本覺得說 哇 侯友宜這個人形象不錯 可是自從恩恩案之後發現 他這個人謊話臉篇 喜歡遮掩事實 那會回想起說過去 金山小編的過老死的案件 還有衛生局的職員 這個親生的這個案件 那侯友宜都沒有認真的去處理 那再加上是說呢 這個侯友宜 大家突然間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當了十二年 他八年的這個副市長 四年的這個市長 這個事情大概就是我兩三個禮拜前 我就開始突然間去查資料的時候 突然間想到這件事 就後裔他一直以赴以後 他要去第一任選連任的樣子 事實上他在新北做很久 掌握十全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了 小孩子生了 現在都小學畢業了 對 那這個事情對後裔來講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說他才很可笑的 去弄什麼改變的勇氣 你一個連任的人 你要說改變的勇氣 你應該說持續邁進 或是繼續這個 在正確的道中繼續努力 結果沒有 你要說改變的勇氣是什麼 他打預防針 他怕說大家意識到說要做十二年 因為很多這個侯友宜的一些選民 是屬於平時不關心政治的中間選民 那他們覺得說 侯友宜廣告打很大 政績弄很多 很多媒體這個行銷自入 就覺得侯友宜好像貌似 貌似是一個好人 貌似忠良 但是你就想想是說 他做了十二年了之後 你不禁就會覺得其實好像新北 這十二年來改變不是那麼的大 這就是為什麼是說 侯友宜在林家龍一出來 因為林家龍非常熟悉 整個交通政策 他在交通部長期間 也有非常多 像林口交流道 然後像整個新北 很多跟雙北之間的一些串林 跟規劃都有去做 所以我覺得對侯友宜來講的話 他選情是真的告急了 然後也才會遇到這種 這麼荒謬的下跪的一幕 是 施西要補充 我要補充就是說 這個侯友宜 你感受到明顯的壓力 說這件事情是事實 其實你從侯友宜 自己的反應看得出來 因為每天 每一次不管問什麼問題 金城小編的問題 然後女職員受性侵的問題 恩愛的事情 他都只有一個回答 我們做好眼前的事情 那所以當林家龍一出現的時候 他突然間開始攻擊力到強了 為什麼他要攻擊力到強 為什麼他的話要跟以前不一樣 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對手是一個比較 相對於會給他壓力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一個當了十二年的人 突然想到說我要來改變 我有勇氣要來改變 改變自己的任內的執政 這個邏輯完全不通 而且大家就會立刻反問說 那恩恩愛要真相 為什麼你沒有勇氣給他 那為什麼金山的小編等等 這些事情你的勇氣呢 你不是應該要很有勇氣嗎 那人家跟你要的時候 你都不給人家 而且十二年 的確就是朗東特別提到 十二年 過去他在當副手的時候 其實朱立倫是都讓他在外面跑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在掌握了 新北市的眾多資源 然後開始累積他自己的 這些地方上面的實力 十二年來 新北都沒改變 你現在才要開始改變 你知道姐姐我的 十二年前的膠原蛋白都還有 十二年後已經沒有膠原蛋白 沒有膠原蛋白的時候 你現在告訴我說你現在要改變 我覺得那個 只能靠潑尿酸 我完全沒有辦法原諒 還給我我的膠原蛋白 好那今天的這個貴票 這件事情更是離譜了 就是說這是哪一個年代 會有這種你需要貴票 然後謝謝你幫我們改建這個校舍 我告訴你這個校舍 新普火曉的改建工程 因為他的防震係數不夠 這是第二期工程 一共花了八點七億元 中央前瞻預算給了你三點二八億 你中生考給我出來貴中央 謝謝中央給這筆錢 不然你們侯友宜是不會改建 這一個學校的 那沒貴啊 所有的這些功勞 哇都變成是這個侯友宜的 你就是這種收割王 就是沒有廉遲的收割王 林口交流道是不是 是啊一樣收割啊 那還可以大言不禪的說 干他什麼事 干林家隆什麼事 你的錢你的地 都是中央幫你找的 然後全部都做給你侯友宜 中央有跟你計較這些嗎 中央有跟你計較說三點二八億 要不然你就沒辦法改建那個 新普國小了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做人要厚道 就是你塑造打造出自己 一個完美的好形象 可是你真的一點都不厚道 你只會當一個收割王 你不但當收割王 人家還要跟你下跪 謝祖隆恩 我覺得這個 對於公眾形象來說 是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林家隆的部分 是不是一個難打的選戰 他當然是啊 因為長期以來十二年來 不是一天兩天 不是十二天 侯友宜累積出來 塑造出來的形象 哇就是一個完美的鐵漢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林家隆的牆是包括媒體 不斷的在唱衰他 今天的兩家媒體 不斷的說這個蘇貞昌給他軟釘子 你知道蘇貞昌為了林家隆的選舉 立刻召集了這個地方上面的黨籍的議員 分區告訴這些議員說 我告訴你就是責任區 而且今天找了蘇貞昌 蘇貞昌當場約好了兩大托的議員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軟釘子 這個叫做蘇貞昌沒有要幫忙 林家隆的選舉成果直接關係到蘇貞昌 你覺得蘇貞昌會二百五到時候 我不要管你嗎 這個我覺得要有邏輯 就是如果你要插這種蘇貞昌跟林家隆的縫 好歹也要知道邏輯 那所以如果蘇貞昌真的沒有要管林家隆的話 請問大弟子吳秉睿呢 為什麼在那個地方 請問蘇貞昌為什麼要幫他做文宣呢 請問張宏露為什麼也要當他的副總幹事呢 所以這些東西我都覺得 所以侯友宜你會怕對不對 會怕是好事啦 對新北市民來說是好事 是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改變要不要從議員先從站著質詢開始好不好 事實上侯友宜要面對的一些質疑蠻多的 包括什麼人 像人家就問他說 你連任之後會不會就跑去 落跑去選總統呢 那對於他大家對他這樣質疑 他說知道自己做什麼才重要 其實有講到沒講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中國時報一些比較泛藍的一個媒體 都會見鋒插針 就是說林家隆希望蘇貞昌來競選總部的榮譽主委 就碰到軟釘子 結果後來人家蘇貞昌有特別出來說 他說我本來就是 當然是輔選是最重要 那我們也全力輔選 但是行政院長其實還是要有一個行政中立的情況 之前沒有相關類似的一個慣例 好像行政院長跑去當誰誰誰的競選的一個榮譽主委 所以是基於這樣的分界分寸 他其實是婉拒 所以沒有所謂的碰軟釘的說法 那范老師你要補充 對 我剛剛看到那個周聖考那個市議員下跪那一幕 我真的傻眼了 而且還一群人跪 這個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馬上跪回去 對對對 我覺得是什麼時代了 那侯友宜要說眾青平生 那蠻怪的 但是就覺得說這個場面 我想他一定是覺得侯友宜可能喜歡這樣 因為上有好者下壁勝焉 否則一般人應該不會做這種奇怪的舉動 讓我們感覺好像是什麼 袁世凱要重新稱帝了 到民主國家什麼 還會做這種這麼 讓人家覺得皇帝時期 那麼封建的一個作為 不可思議 那我真的覺得 或許如果你被人家看成這種形象 因為我想這種可能覺得你喜歡 就表示你是高高在上 你的親民 或者你都跟民眾打成一片 可能只是做樣子 那後來就說 你是從恩案的事情也看得出來 或許似乎是一個兩面人 表面上說 所有證據全部給恩的父母 爸爸結果全部保留 現在連交給CDC的資料 都被抓出來漏洞買出 到現在為止還不願意去面對 就看起來就是說 面對現在林佳龍的步步進逼 因為我覺得本來這個侯友宜 真的認為躺著就選上了 他覺得他打一場冷戰 全身無聲無息還要當選 看起來林佳龍是不想打冷戰 而且林佳龍是追著議題打 我覺得他接下來會拋出很多很多的議題 讓侯友宜應接不暇 那如果你還是用你目前的市府團隊 因為他現在連競選總部都沒有 他也不想選這個 他也沒有什麼總幹事 他也不用了 他就自己就一個人是 然後以市府來作為他的一個競選總部 但是市府當然現在是 你是你的這個幕僚 是你的下屬 他們當然必須幫你服務 可是他終究不是專業的這個競選團隊 你要面對林佳龍的這樣 目前的這個非常多樣化的打法的話 可能會是應接不暇 而且可能會漏洞百出 現在情況是大家會認為說 恩恩案會不會是 真的是他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 像是其實像林佳龍就認為說 恩恩案已經讓侯友宜 從鐵漢柔情轉變成 所謂鐵石心腸 其實大家都在看 他會質疑說 你侯友宜針對別人質疑 只會講抹黑 那你本身其實就心虛逃避 沒有肩膀 那恩恩爸爸跟家人 只要一個真相 有這麼困難嗎 那侯友宜不是鐵漢柔情嗎 怎麼變成鐵石心腸 與受害者同理 盡一切的努力 讓他們能夠放下 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 講抹黑本身 就是心虛逃避 沒有肩膀 這是態度的問題 那斯剛 其實我認為 侯友宜講出所謂的改變的勇氣 某一種程度上 這是代表恩案整件事情 有可能是整個市府團隊的一個僵化 或者是市府團隊的一個沒有辦法好好把政權處理好 所以他要改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他就不要算就好啊 當然要選啊 不管是民間的神話 或是各式各樣 各種顏色的民調陣營要出來 他都是遙遙領先林佳龍 我當時很期待 林佳龍本身就是台北的十二堂課 他現在只講六堂 另外那六堂要什麼時候講 林佳龍再次唸這個臺北市 很可惜啊 最後還是逼迫這個黨議啊 還是不得不取新北啊 所以選擇坦白講有點 有點有點辛苦了 但我在某種程度上我是蠻 我是有點同情林佳龍了 他算是一個很有才幹 我覺得他人品也是很好的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還是 何友宜正義還是要小心 我覺得選舉的時候 這個千軍預罰 一個事件的一個 講說一句話 做錯一件事 或反應不夠及時 都可能會成為一個選舉的破口 所以就算你縱使現在是個領先的態勢 但是我覺得在選舉的步伐上面 我覺得在每個動作上面 都要去做一些 很小心的一些控制 一些掌握 譬如說像今天 像這樣今天一個 周政考的一個比較熱情的一個行為 然後這個坦白講 以後就基本上要先跟溝通一下 幕僚跟溝通一下 你們會講什麼話 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動作 市長要怎麼回應 總之因為現在選舉期間 任何一個事情 我就講會被放大檢視 特別是像即時新聞 也許你這個只是 在二十年前這個畫面 也許大家不會現在知道 但很快就會知道之後 就可能成為一個談話的一個話題 所以我覺得領先者 在某程度上面 我覺得要謙虛以待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說 包括像恩爸 現在也被人家問到說 你會恨新北市長侯友宜嗎 那紅著雙眼的恩爸爸 想了三秒鐘之後就說會 那他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目前他跟他的太太 還有女兒都住在新竹 當初他們想說 如果是在新竹 而不是在新北 會不會恩恩的事件 就不會發生 那想必恩恩會是 就是侯友宜這一次選戰當中 沒有辦法迴避的一個問題 那會不會變成是壓倒他的一個 不能講最後稻草 但是以目前來看 大概這個事情的討論 當然在網路上等等 但這個 不過在媒體的討論上面 基本上沒有像之前一個 一兩個月這麼高 那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目前他是控制住 但是後續的 如果在法院上 因為他進行一個法律程序了 法院上的一些相關的文件 我認為就是能夠提供 盡量提供 不要去做任何的隱藏 因為如果說你的自己的 那個SOP是OK的 是沒問題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完全呈現在陽光底下 然後讓大家去做一些評斷 然後對於恩恩爸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要多點同理心 然後多點這個柔情 多點柔情 然後不厭其煩的去理解他的一些情況 然後看有什麼需求 一定要一定要時時刻刻的來支持他 那而且我更呼籲 恩恩爸現在開始打 那個國家賠償程序了嘛 國賠程序嘛 對 我是覺得國賠程序 新北市政府這邊也不要迴避 然後該罰該弄的 我覺得基本上配合法院的這個裁判 是 人家國賠就一塊錢 對 改變的勇氣 可不可以先從恩恩開始 我講這個不是要去要去批評侯友宜什麼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恩愛沒那麼複雜 我們只是想知道說 為什麼那時候應該負責接電話的人 不在不在位置上 為什麼後面要搞那麼多東西 侯友宜很強 明天投票當然是林家榮素 但是侯友宜 現在到底有沒有專心在新北市 他最重要的一個破口不會是恩恩 恩恩是他的一個傷口 在恩恩裡面你看到很有錢 侯友宜對小孩子 對他的家屬可以多冷酷 如果不是上個月 他的民調急速下滑 你認為他今天會講什麼同理嗎 不會的 是因為民調調了以後 侯友宜才開始演戲給我們看 我只會不客氣講他就是演戲 後遺對人家無情的地方還不只是恩恩而已 我也不是在講其他的幾個 金山那些的 等到他真的去選2024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 他的破口會從哪裡開始 2024 他不能迴避林家榮一再問的 你現在選連任 那你到底要不要選2024 你如果當選 侯友宜如果當選 半年之內你就要宣布 新北市選你當市長的人 到底是在選什麼 不要小看廷家榮 這也很奇怪 因為其實如果說不要 你就展廳姐姐說不會 我會突然 為什麼要迴避這個問題 他的政見上一次的政見叫什麼 叫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到底是什麼政見 安居樂業是講的這種感覺 再不客氣的講 林家榮當然之前是想要選 台北市市長 所以林家榮要對新北 要講出一套道理出來 這是他的責任 並不是因為民進黨徵招他 蔡英文徵招他 他必須要講出一套道理 去感動新北市的人 天經地義 國民黨用這個質疑他 也是對的 但是我認為林家榮有個韌性 後面大家可以看 林家榮從這以來的選舉上面來講 不是一帆風順的 可是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講一句笑話 你如果是台風市的人 在胡志強的時代 從小孩子出生 到胡志強選書 國中都快畢業 十二年的都要交給林家榮 超過十二年 我是講國中快畢業 後遺在新北副市長加市長十二年了 你只處理了一個垃圾山嗎 就是說 我不是說處理垃圾山錯 不是這個意思 垃圾山不好處理 是事實 八年的副市長加四年的市長 你可以你要說你的政績 所以他那個他其實是要講他的政績 你就只處理了垃圾山嗎 對或不對好或不好 是新北市的人用選票做決定 可是 可是你到底給新北除了那個垃圾山 還有什麼 然後土地重化嗎 是只有這樣子嗎 新北市的環境比台北辛苦 那為什麼他的支持度這麼高 就是說人家也會質疑說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他支持度這麼高 因為他是 他那時候有白小燕案的 那個神話在身上 何友宜什麼時候變成全國明星的 不是他抓過誰 以前在白小燕案之前 哪有誰知道何友宜 誰在乎過他 沒有 全部就是白小燕案 讓他一泡而紅 南非五官 報了一個小baby出來 所以我才會說 侯友宜的人 當年你知道要報那個小baby出來 你對恩恩 明明你一再傷害人家家屬 然後你說你可以理解 是 這個實在是我很圈圈叉叉的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有趣 就是新北母雞 其實呢 應該是侯友宜 怎麼會國民黨的議員 掛刊版 是同框講萬安 蘇培 是不是代表著機師 連他們自己同黨籍的 新北的議員都剛剛 好像那個風勢在改變 如果這個議員 他的這個主要訴求 或者是支持的族群 是像恩恩爸爸這樣子 我想他今年很難跟侯友宜 掛在一起 他無疑就是一直在提醒 這個恩恩爸爸受到侯友宜 無情冷酷 說謊 這個一再拖延的這種欺負 這種霸凌 所以你看這個金睿龍 其實他是一個年輕 可能也是像蔣萬安一樣 都是年輕的爸爸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侯友宜掛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現實 因為這個小雞第一線要選舉的人 他跟誰掛在一起 馬上就會有相關的這個質疑 所以你看這個 為什麼新北的議員 寧可選擇跟蔣萬安 躺平的蔣萬安掛在一起 也不要跟這個連任的市長掛在一起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國民黨剛剛司剛那邊講說 就在消費說 林佳龍在台北市有六堂課 只講了三堂 另外三堂 十二堂只講了六堂 十二堂只講了六堂 那我要講一下 那如果是要尊重黨一 那中東井 為什麼沒有尊重國民黨的黨一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民進黨跟國民黨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其實我們團結 每一個人要在哪一個戰鬥位置 我們當然每一個人可以自己選擇 但如果黨要賦予你角色 賦予你任務的時候 你為了黨好 絕對是犧牲小我 成就大我 這是民進黨 不管是從政黨員 或者是支持者 其實我們都可以認同到的 所以我是覺得國民黨要打擊林佳龍 其實要提出更多的東西 要保護要讓侯友宜更好 你要說我到底為什麼現在才要有改變的勇氣 過去是這個四年前是安居樂業 現在居然要改變 而且我在想 是自己做得不夠好 所以要改變嗎 他講改變勇氣 我反而有種奇怪的感覺說 那你的意思是過去這十二年 還不是你做主就對了 過去這十二年沒有改變 過去四年好像也不是你當主的 你沒有辦法決定整個市政 所以你要改變 是這樣嗎 這絕對是不是事實 應該是沒有安居樂業 所以我們要改變 這就很怪 那你四年來到底在幹嘛 那你四年來不是要告訴大家安居樂業 所以你現在改變的勇氣 告訴我們你四年前的這個 這個slogan是騙人的 你騙到選票了之後來告訴我說 我自己說那都騙人的 所以我這四年 接下來的四年要改變了 我覺得這個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現任市長邏輯錯亂 然後包含你剛剛大家講的 恩恩這一件事情 我相信是年輕的爸爸媽媽 心裡最痛的事情 甚至家裡有孫子的阿公阿嬤 都沒有辦法原諒侯友宜的事 所以他不一定會是最後一根稻草 但一定是重傷侯友宜的部分 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 選舉也是選得很緊張 其實就是桃園 那現在曾慎正已經開始在跑信任 我們看一下影片 恭喜 國民黨徵召張善政 讓議長邱毅勝不滿 桃園來迎整合陷入難題 而當初宣布張善政出現 李小鐘還曾公開表示錯愕 這覺得很驚訝 那已經過去是 現在我們就 對 我們就尊重中央的指示 陪同張善政再選區敗票 但沿著步道走到三勝宮 就跨區到龜山區 李小鐘也就中離了 接著林志堅前一天才到三勝宮參拜 張善政隨後就來 互別苗頭 而國民黨立委林毅華 公布主科管理局公文及合約書 直指林志堅論文 未取得授權 張善政緊邀猛攻 他只要能夠把事情講清楚 就沒有什麼抹黑不抹黑 政治人物講的是誠信 不是學問 他說我竊取 說我泄密 請問這位立委 證據何在 那如果有證據 歡迎提告 那如果沒有 我們團隊也都會收集相關的資料 未來也都會有相關的法律行動 張善政持續在論文議題發動攻勢 但藍營在桃園的整合進度 似乎相對佛系 郭老師你怎麼看桃園這一局 你認為張善政如果真的是猛攻 林志堅的論文門的話 真的會達政得分嗎 當然不會 第一個這個事情 看起來是台北市比桃園市還熱 你看都是什麼 鍾小平王鴻威 每天徐小新在那邊打這個事情 我常覺得桃園市那個國民黨市議員黃 近平他也也念過碩士 他怎麼都不打這個議題 表示在當地的民眾並不是那麼在意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直 第二個是今天這個是一個學術的問題 可是因為台大的校長是誰 廣宗明 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是蘇宏達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色彩 相對來講是比較重的 因為廣宗明也當過這個馬英九時代的那個閣員 過去那因為因為這個臺大校長這個任命案也跟當時的蔡英文政府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衝突 但是就會給他覺得說這個事情是單純的學術事件嗎 如果今天臺大校長不是管宗明 是一位就是跟政治毫無關係的一位專業人士 一位專業學者 如果今天臺大社會院院長不是蘇宏達 他之前也說民進黨查了水表 他也發表了很多比較偏政治的言論 當然他是政治系的教授 但是感覺上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政治的信仰 或他的色彩 那這個也會被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你已經設定好框架 就一定要一定要讓這個 反正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也要讓這個這個臨時之間論文一定是不會過 所以大家已經有心證了 所以到時候臨時之間論文真的被裁定有問題 甚至被撤銷學位 可能也會變成會變成是信者 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來的人一定相信 綠營的人就覺得說 你這個是不是黑箱作業 因為他是沒有公開審查的審查者 當然本來就規定不用公開 但是這也會被人覺得說 那這個是不是已經先設計在畫靶了 所以就變成說綠營的人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個本來就是有問題 你看那個中華大學校長劉維琪 還擔任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 他過去跟國民黨是非常熟的 所以在就他覺得這個東西就 他就不是一個單純的 學術的一個問題了 那張善政為什麼旁邊看不到邱益聖 馬上下禮拜人在旁邊 然後那個羅志祥的那個小戀 已經去他這邊 張善政感覺好像跟那些 去爬山的那些阿伯差不多 感覺他是真的去爬山的